立委蔣萬安在一號前進市場 發放唐乃馨 對民眾說母親節快樂 也送上祝福 閒聊兩句 不過蔣萬安七號凌晨 在臉書發文 表示在六號晚間 接獲到團隊一名同仁 快篩陽性的消息 隨即也進行快篩 結果同樣也呈現陽性 目前正在等待醫院的PCR檢測 而全數同仁也已經進行快篩 蔣萬安與團隊 將從七號起取消所有行程 依照三加四居隔方式 啟動預防性隔離 辦公室也已經進行 全面大清消 隔離期間將會透過遠端視訊 持續進行立法院問政工作 快篩陽性消息來得突然 蔣萬安原本七號上午 要出席大安區的母親節活動 現在也得被迫取消 溫途疫情延燒 立法院也亮起紅燈 截至六號下午 立院已經有四名立委確診 加上職員以及助理等 共有86人染疫 立法院長尤錫坤 更在朝野協商時 表示七號立院的確診人數 將可能突破三位數